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飞了个边向 陈红胜现在也是在上海财经大学读书 一边读书一边下棋 他也曾经代表过上海这些大象甲 应该说棋风还是作风比较朴素 比较有实力 陈红胜也是特技大师郑一红的学生 他也跟郑一红也都是老乡 都是厦门 泉州那一带的人 应该说福建有了象甲队伍以后 应该说当地还是比较重视 海裔也是来自厦门的著名的国企 很具有实力的国企 那么伊泰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伊泰曾经赞助全国象甲也赞助了两年 这个是来自内蒙古的著名的企业 是比营企业 也是上市公司 对 伊泰的苏绍峰也是这几年 这个水平也是进步得很快 对 是苏绍峰是内蒙古当地人 对 也是在伊泰的大力培养下 茁壮成长起来的内蒙古本土的后期之秀 这应该说内蒙古的象棋 应该要非常感谢伊泰的张双旺老总 他对象棋非常的支持 炮巴金斯以后 胡方兵三棋 这个棋就双方很快形成了这种 左炮风居的这么一个阵型 黑方就是走得也比较巧 他就炮八兵一 他就是准备通过这个对居 来争取一些先手 对 就是当时看到这个局面的时候 我就在想 黑方这个左翼也是 右翼也没有 还没有这个活动开 还没有马尔金斯出去 赶紧迅速出子 他就强行打边兵 是不是对这个布局有一个什么 一个新的什么一个想法呢 因为这个棋 就是黑方 就是选择的转化 我认为也是可行的 这样 因为胡方他走了两头蛇 然后就飞了个边向 他整体的大肆的推进速度 也并不是很快 他就说他是讲的一种阵型的这种打法 那黑方恰好有这么一个手段 是一个对子的转化的机会 对 胡方这个棋如果向下退期 那他对了以后他才炮三平一 那不太肯 就是这个又飞向又落向 所以胡方把这个局吃掉 这也正常黑方打掉这个局 那红方在退局 试图把黑方这个炮捉死 对 这个黑方这个炮已经逃不掉了 是啊 但黑方就是利用红方来吃炮的顺机 来抢出大子 局一平二是一个决心 红方必须要防 怎么防呢 使这八楼炮能生根 这也是唯一的方法 对 平炮 这样黑方也是退局 他的飞向 这样等于红方阵型 就完整了 就说的暂时 不怕黑方的进攻了 下部就准备来捉死你这个炮 对 这捉炮 这个炮应该是逃不了了 那黑方也可以说 故意气给你 他为了这个气子争先 从战略的思想来讲 他是大子快并且多足 所以说他也有比较多的补偿 我觉得黑方 面对这个向下联赛 这么一个巨大的压力下 他竟然就是开局阶段 就选择了这个气子 这个取势的这么一个形 就气了一个子 对 还是挺有勇气的 对 开局气子也是可以的 对 然后黑方接下来走居 二斤六 进居 对 这样红方肯定也就顺势 居二平九 对 红方也来不及护这个中兵了 对 平居捉炮 这儿这个炮是捉死了 但是黑方接下来都是先手 这个旗你不能去落势了 对 落相 落相他打的一下 对 向退向这个炮一平三 所以红方得先知识 忍痛把这个象弃掉 对 为了吃这个炮 它也代价很大 一吃 红方再炮一平九 正好红方通过阵型 配合把黑方这个炮捉死了 对 黑方这个时候也可以考虑 炮一平四 再打一个尸 对 再打一个尸 这儿的黑方多出了一个尸一个象 外带两个足 也是可以的 还是很复杂的一个局面 对 他把尸打了也行 但是就是张老师您看这个局面 就是黑方你虽然打吃了一个尸以后 但是你这个子力都没有出来 你又马上就开局就少一个子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黑方还是很有很大的压力的 这个局面 同样红方这个旗呢 他也有后骨之忧 这个旗应该说是两分吧 黑方呢 实战马四季六也是不错的选择 对 他跳马 他子力快 这样 一吃又满了近五 你看他这个马 三步就跳到这个中足这个位置了 对 这个位置非常好 攻守两立 是 红方 无奈啊 他也得重新调整 对 因为这个局啊 这个位置都比较凶 他局五退二 对 然后红方跳马 黑方马五进三 又吃一个病 又是先手 对 我觉得黑方这个旗真的下的 感觉很精彩 跑六平五 对 就是这儿呢 就是又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就是黑方现在多了三个族 对 然后这个旗呢 黑方就是怎么去控制这个局面 实战当中呢 我觉得黑方走得有点草率 这个旗呢 就是对这个局面呢 估计的呢 不足 他应该 这个旗应该从马三退伍 再回来 对 红方居九进六 对 然后黑方马上足三进一 然后争取呢 对他这个 七路马呢 又比较多的压力 这边马上就要冲冰过河了 对 如果你居酒机 捉我 然后黑方呢 可以走马七退伍 马七退伍 不能不推炮 这马我就放在这 反正你也攻不着我 然后这个旗呢 将来你看着我 要马五进七和足三级 都很厉害 这样 这儿下下去呢 我觉得呢 黑方呢 还是形势丝毫不差 对红方的压力呢 也不小 对 这个主要 这好像不太好 调整这个阵型了 对 但这个其实就是 红方可能急演了 将来也要换子 马七退九 就是红方毕竟多一个子 对 他也并不说不能下 还是有各有故事的一个局面 对 就是黑方呢 应该这么走呢 比较紧凑 但时代当中呢 他实际上也没有选择 马三退伍 对 他呢 就是直接吃兵了 对 他还是愿意继续谋兵 吃兵的结果呢 红方这个狙呢 就是先手 这时候他再退马 对 红方再拒久心 然后再继续捉炮 你这儿在马蹄退伍啊 你味道就不对了 是啊 这个 因为你这个位置呢 他将来这个炮五金四就厉害了 对了 这个中兵老师背面 对 所以黑方的炮灯圈也是正确的 对 他总得推炮 然后红方这个时候呢 走得点好戏 就陈国中文的棋啊 对 他下的是比较扎实的 就是说他不走花步 他走得很朴实 就是呢 尽可能每步骑呢 都走到比较高的这个效率 对 所以他这个 这个骑人呢 也就是这个特点 还是一个很优秀的 一个年轻骑手 对 他居酒瓶子气 他把这个三楼炮呢 就阻断了 那他这个马不就能动了吗 对 以后可以马戏进五 对 你居心一的话 那实际上他也居心一 对 然后他就马七星六跳上来 对 马戏进六这一跳呢 准备马戏进四登双 那黑方只能走足 七星一 对 他呢 目前来看 虽然说黑方多了三个足 但这种骑呢 我们一般怎么去理解它呢 就说要看双方这个位置 谁对谁有更多的威胁 如果从存物质上来看 黑方是一点也不弱 这样 但是呢 这个骑呢 从双方这个姿态上来看 目前来看 应该是虎方有利 但是虎方这部骑怎么走 很关键 对 好 实际上中的虎方呢 处理的呢 也不是很理想 那好 我们也讲了一段了 大家呢 稍事休息一下 我们回来呢 继续给大家讲解 后边的精彩的招法 那么接下来呢 这个骑 虎方是选择了这个 拆中泡的这么一个手段 泡五瓶酒 你先拿回来这个骑 这个骑呢 就是它拆中泡呢 不是最好的 这个骑 它应该把这个马呢 退回来 先防守一步 因为这个马呢 终究是被人家镇住 对 然后你这个子都不好动 当时我还在想 我说这骑虎方 是不是有这个 灯中兵的骑 它也不要着急灯 对 因为它走完这个以后呢 它以后 下一步就可以灯中兵了 对 而且它将来还有这个点热炮 你要马五金四呢 它就继续就顺路吃力 这样子 它这个炮很厉害 一点 还有马路进五 它都有骑 炮四进六这部骑 黑方也是挺难应付的 所以说这个骑呢 虎方应该先退一步 忍让一步 然后下步骑在法力 这儿黑方还挺头疼 不过它实际上是走 这个炮五瓶酒 感觉对黑方 它也是感觉这个马炮啊 老受制 对 然后呢 它还不肯的马 直接退回来 然后它想 这个再孕 这个子力 对 这个骑可能双方都比较难下 这个临场当中 可能也想不了那么全面 那黑方这个时候 凭感觉应该足三起 赶快拱 那个足就不给你吃了 这样以后可以吗 我先四条 对 那黑方呢 实际上它堵了个市 这个招式骑呢 用处就小一些 这样子 红方就 还是按住他的计划来行事 他走过马路进八 对 红方呢 等于是想强行去进步 对 这个黑方也选择了马五瓶四 那红方必须要挡住 对 黑方又马自己六 又一等 对 这些红方倒不是很怕 这骑红方 当时我看到实战也是下得非常的狠 他直接就马八进九跳进去 实际是一个假骑 但是这个感觉很厉害 这个卧槽马太厉害了 红方这个骑啊 还是应该马先回来 还是主要先防守 保证是多子的优势 然后那个马反正早晚的莫也能跳上 对 进六进九 马六进八也没骑 马六进八可以马四进五 这个呢 就是说可能双方啊 在前面呢 也是花费了比较多的时间 对 因为这个骑啊 又是比较陌生的领域 双方要不断的这个 做行事判断 再加上计算 嗯 然后呢 红方呢 这个时候就走得有点啊 急于求成了 从骑上来看 他应该先马在那四 还应该先保留这个多子 然后再说 他马发进九呢 险些呢 就是酿成大祸 他马发进九了 跳马 对 但是我当时就想一下 这个卧槽马 这个好像不太好解决了 这个骑黑方就把它蹬掉了 嗯 黑方蹬呢 还是对的 对 红方这个骑呢 你将军呢 他就出将 你暂时也杀不住他 你还会逃狙 把军挪开 然后红方走了一个炮 六平四 他累炮是能照上了 对 他以后什么退个炮 两个炮还是 那个很厉害 他可能觉得对方守不住累狙了 对 你守累狙 我将来我也能 卧槽姜 我还要抵炮呢 还有二路打狙的这些手段 对 但是他可能忽略了黑方 马特逊就这个起了 我觉得黑方就是 这两步走的 还算是比较冷静 对 他马一退 就说你炮四驱二的时候 他将来有马九九八 盯着你一个炮 对 暂时退不了 对 所以他 我觉得红方也是 就是他退这个炮 他退这个炮 他也是 一个是防那个马 对 再一个 他也想将来 就是 往那边走 其实这个旗 他应该走 如果要是 马一将 把鞠绕出来 他了不起 他也可能 对 他主要马九九八 马九九八 跳上来还是可以 对 他破的鞠绕防一步 也是必要的 对 他不让他马九九八 跳上来 这个旗啊 黑方呢 应该直接走 建国瓶绕出来 先把老将出来 对 我不给你这样的机会 你的槽布都握不上了 这样 对 退一下 出来 这个旗啊 红方呢 就麻烦了 那红方 你吃冰 我平时吃你的马 对 吃冰最后就吃马 这样子跳不进来了 对 那还是红方也挺有压力的 走这个军 这个旗你还不能打我鞠 打我鞠 我打你像 我都把你吃了 这旗 这样 这个旗呢 黑方啊 多这么多物质力量 应该说黑方是盛事 所以说红方啊 这个骑 对 这个马呀 骑得太唐突了 不过就是 他可能太急于 看这个马九九七太厉害了 但是他现在不敢走马九九七 对 你走不上了 对 我正是看你马九九七厉害 所以我才准备来先叠 就主要先出将这部戏 但太考验人了 对 他这个就是 然后这个棋呢 黑方呢 就是啊 去追逐他了 捉 捉霜 这个招式棋本身呢 就是容易给黑方一些 红方一些机会 他应该将这棋 可以跳满将 就是红方只能去将了 出将 他没有 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出 再狙击凭发 这儿红方还是略好 你是吃炮的话 能把鞠退过来 对啊 这儿红方 退居 叫杀能把这个马先手吃掉 那黑方还是这个 就说红方这样呢 肯定是主动 黑方还是受攻 是 所以说呢 这个棋呢 红方呢 应该这个时候抓住机会 赶快把这草马握上 就赶紧把鞠给调回来 你要退居 的话 我正上泡的冰漆 我能守过 你飞高相 我先吃马 然后我这边 还有傻想将 把这冰都吃起来了 对 黑方这个阵型就碎了 所以说这个棋 红方 应该说这是一个 非常好的机会 就是弥补这个刚才 这个过时 赶快把这个鞠拔回来 对 但红方呢 可能 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怎么老险让黑方 这个鞠低头一点 它走了个边向 对 我觉得红方就一直希望于 这个两个炮有些威力 对 比如一卧槽马江 以后把试一扬啊 这个双炮 这个绝杀的这么一些 很精妙的一些手段 对 这个棋呢 就说红方呢 可能是啊 这个时间紧 然后呢 又不肯呢 马上卧槽 又在这儿 有一点彷徨 他也不能 对 他主要不能直接躲炮 躲炮这个马还丢了 对 这个棋呢 就是应该什么呢 就是黑方呢 应该不理他 好 先平开 对 你僵我不得电鞠吗 我炮 三楼炮打上你的鞠呢 然后你这个卧槽马 对我就没有威胁了 对 最起码暂时没事 这儿我多兵 将来我还能这个马再调整 这个卧槽马就 显得没有那么厉害了 是 这个行为我走出来 这期红方还是比较难下 不过就感觉 但是我会不会把兵吃出来 吃出来我没说 我还能 比如调个视相 退个视什么的 你再一僵我就电鞠吗 主要这个鞠占了条类道了 对啊 这个棋应该说是黑方 它有物质 它多了四个子 对 现在盘面多了四个子 加一个像 是 它主要把这个卧槽马 这么一个威胁解决掉了 黑方就是 就是非常的好了 黑方这个棋呢 这个吃相呢 吃相 有点过于乐观了 鸿方这个棋呢 应该再去讲 然后赶紧把鞠掉出来 对 还是刚才那个思路 尽管没有刚才那么好了 对 差了一个像 但是呢 也不算太晚 不过我觉得 它这个时尚挺好的 它先把炮走开嘛 对 它靠 走平了 我们看啊 这个棋 这个棋还没有那么简单 就是说鸿方啊 老是想走 那么四五斤六 对 我现在就很 很小 这些机会 但实际上 它都是走不上 你看 因为你四五斤六 它还有局劲进一脑 对 进去猪 然后黑方呢 它先是要等 一等 对 然后等一下 它就是炮自推 炮自推 对 回来 这个时候呢 黑方又没有做好 黑方这个心应该继续啊 去追着炮 追着一个炮 反正你那个局劲 一时半会儿绕不出来 我先弄你一个炮 那我炮就是 长一步吧 我怎么也 想拦住吗 长一步的话呢 就是说你将来 要马五斤四 你去江 那我是不是 再这么等 你又炮到家 对 那我在 马五斤四 走不上了 那我就是走 马五 江也没事 江还可能 电马电 对 我可以马五斤六 对 主要这个 也没有什么 但是 现在我要马五斤四呢 对 强行跳进来 你有什么 不 那他跳马江了 对 马五斤四不行 马五斤 近期你炮的价 打我 红方 黑方会不会就是 过七组过过去 你江我就出来 对 然后 反正总之量这个棋啊 或许还可以15斤六 是不是按照他 15退六 对 是不是按照他那个 就是他比赛 就是实战的时候 那个 树退了这些 对 那以后这个马 可以退马灯 这个炮什么 对 反正总之的 这个棋啊 黑方呢 应该选择 类似这样的招法 是 但是黑方呢 临场当中呢 走了一个 鞠平二 他 这招棋呢 应该是大漏招 但是他 他当时想着 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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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些 这些胡方 对 这个鞠位太差 应该马一江 对 跳马江 这时候有个很精彩的一个棋 我觉得 他出来 他就绝杀了 对 有个十五斤六 他还是可以按照他那个红方的这个设想 而形成这个很精妙的一个杀 重炮 这真是无解 对 就是怎么都没改了 对 这个 就主要 我觉得黑方就这几步棋 就是可能 就没有像您说的那个 鞠平寺这个思路 可能还是欠缺了 这鞠低了 对 就是还有这个 对这个 就像我们 就像我在想的 这个握槽马太厉害了 是怎么一个防御的手段 就是黑方没有那个 有一些这个很好的一些方法 他可能临场 对 这个 觉得这个 槽马比较厉害 对 心里压力过大了 对 他实战当中 走这个呢 红方也没有抓住 对 红方 走了个泡溜进衣 对 他想继续这么一个杀棋 然后黑方也是 马七星六跳马僵了一句 僵 这时候他其实 我觉得黑方是 极力的想把这个鞠给 他想换了 对 走到那里 这红方呢 这招棋走的也比较不错 对 这时候黑方也没办法 这个六路马也不能动 一动这个跳马僵 这棋黑方应该走这个 对 这棋还不输 这个鞠子这个难度还是挺大的 实际上就感觉两个马都在这个 这个泡口里 这棋看他 红方还真没有什么特别直接的办法 我就送你两个马 是 这个吃了的话吃这个 打了马的话吃适了是吧 兵太多 对啊 那黑方还是有一定 还可以下 对我对军就应不了我 因为红方没有后续力量 对 所以这个棋呢 黑方兵还挺多 就这个棋呢 黑方尽管可能搞不好要丢子 但是整体上来看呢 这个棋还不是很差 对 跳马僵的出来 出局的话还可以退区捉马 对啊 你去医院以后我退区捉马 对还可以解开这个 那就是 那这个棋 就是走到这儿是吧 双方还是这个 还可以有一个复杂的一个较量 对 就是他只能走马 现在出自己招也没得走了 对 他实战这个知识 这个给了红方一个很好的 这么一个机会 对 红方下的 我觉得这后来的棋的话 红方下的还是比较老练 然后体面就一个年轻棋手 对 对 他的攻杀还是很不错 他这个棋呢 就是说的 如果将武平六的话 平六他也是平局 他也不行了 对 因为这个马就 彻底被粘死了 对 这样看着炮 他这个拘出来 你只是他反而拘 高于合适的地方 下不去就知道 你还是杀棋 是 你什么时候码 他什么时候炮了平漆 这个棋应该守不住 黑方这棋主要是没有反击了 多的这么多物质力量 主要守不住 可能就是前面 他对红方卧槽马 这个攻势 还是没有一个很好的 一个防御手段 实际上他走得上降 对 他上降 然后红方是G706 对 红方等于是这儿 就是把这个G等绕出来了 对 然后黑方这个退马 现在又吃这个马 黑方也没办法 只能先逃 对 这个棋啊 这个底线一杀 主要是红方这个位置够了 对 这个大家通过这个看这个对局啊 就是能够学到一些G706 配合的这个杀棱 对 主要我觉得这个黑方看着兵这么多 然后觉得子力就是因为老将在二楼 这有了一定危险性 嗯 我说到这个棋 就是黑方我觉得这几步没有处理好 还挺可惜的 对 啊 这个棋呢 就是说的 黑方就怎么转化 他很痛苦了 对 主要可能是红方有个居六平五 这么一个底线将军的一个手段 那他直接走马斯林六是不是好一点呢 嗯 直接马斯林六他也是平居将军 那他也只能降五平四 对 他那个还是居五腿二 这个 啊 降五平六 他居五圈 降五平六的话 他主要抵抗的居五腿二 对 他主要出不了降五平四 这居江降五平四出不了 这个炮也丢了 所以也是没有办法 这个其他炮的名号 他也居六平五一样 你出现他炮了队一 对 他退回来了 啊 他随时有十五金六降 这个红方这个两个炮 现在也发挥 他这个居一都把你子力掉住 啊 对 就是吃了一室以后 这个底线杀法还是挺厉害的 对 这样子实战的话 黑方 就是也是没有办法 他就是也选择了这么一个患子 那可能还是应该走炮的面 更显顽强一点 啊 对 还不至于 可能 他还有居六平 我们后边还有点时间 对 我们炮灯片上也给大家摆一下 他还有这么一招 他有马鸡腿酒 和鞠江 你出这边出不来 对 只能降五分四 他还有马鸡腿酒 这招得厉害 有个退马 对 这个旗他正好是踩你炮 这个大家也要知道啊 嗯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攻击的方法 这个就等于篡位鞠高吊马 嗯 像我马鸡腿鸡 马鸡腿鸡 双杀 没有办法防守了 对 这个旗所以他炮的片出不来 嗯 这个旗呢 就是没有办法 他那个炮就要丢 对 那他马鸡腿六 他主要一僵就把他炮吃掉 对 你往这边换一下 是这边炮的势力 那实际上他是蹬了这个 对 蹬了这个炮 对 他是 他是这个 马鸡腿四欢炮 他手 吃掉 主要这个位置 黑方 对 这个位置真的是挺巧的 这个 主要这个黑方 这个三路底炮 没有这么一个 很好的防御的方法 你炮一朵 他就居六平五一僵 对 马鸡腿九 对 跟刚才一样 所以他很无奈他 马鸡腿六 对 他还得跳马垫上 他居六平五是一个杀棋 居六平五 你出这边有个炮四平六杀吧 对 对 现在他也是平居僵 对 对 这时候 黑方也降五平四走不了 这个旗要也做得太绝了 对 就是说的 黑方呢 这个 从这个居二 居二平二开始 就是吃相是导致这个落败的根源 对 吃完相以后呢 他这个走的就不顽强了 对 我们也给大家指出来 他应该早马鸡腿六 就是他挂脚一样以后 有这个马鸡腿六的旗 虽然丢死了 但是他兵还是很 这个旗就等于是对攻战当中 红方这个一把他死气回来 黑方可能自己 太紧张了 我觉得黑方 他老怕这个卧槽马把他僵死 对 结果自己呢 这个过于这个紧张以后 导致这个招法就变形了 我觉得黑方这个开局这个构思还是非常精彩的 他气了一个炮以后 这个马尔基斯马四金六这个居马这个配合非常的好走的 对 就是中菊呢 这个走得不够精细 对 特别是他吃了紫以后 本来黑方应该占优的 不过我觉得这棋难度也挺大的 对 对于这个 临场爆下 对 他出来 实战出来 正好红方这个居 江的时候黑方这个居呢 赶不上了 对 所以他居无权而立吃 就基本上形成这个绝杀之士 对 准备吃士一将 进将 居四进一将 是杀法 对 这个棋等于没有办法 对 然后黑方也就 走了一个平炮栏上 对 走了一个炮三平 炮三平六 这么一个平炮 看上这个事 对 这个棋呢 就是说 红方是走 实战当中走 巨武推一 对 也是不错的 对 巨武推一准备 巨武戒二 这么一个 借助教力的一个沙发 这个棋呢 就是红方呢 除了巨武推一以外呢 红方还有一个 找 他走成马 七进 把马跳进来 对 那是不让黑方这个炮 来活动什么 对 那这样 这段棋也很绝 下部棋呢 就是说 下部棋再巨武推一吃 那拦不住了 对 他这个棋就说 比如你吃我啊 巨武推一 再吃 那准备巨武戒 巨武戒二杀死你 那我只能退居栏上了 退居 我马五推六送一架 哦 就给我送了 你吃 巨一吃 那巨武戒二杀起 那就是马七进五的意思是 不让他这个炮活动 然后马五推六本身也双杀嘛 对 那就是有点像排挤式的这种杀法 就是马七进五呢 可能更加的狠 对 比如说这招棋呢 就是给黑方呢 一点机会都没有 对 你看着他巨武推一跟马五推六 这个双杀 对 没办法捡 守不住 当然他马七对我不走呢 这也可以理解 因为这个骑他也简单了嘛 对 他退居 他现在就是被巨武戒 他借助率力 下不救 这样直接就是杀 对 那黑方只能再 对 继续躲炮 他是 他是走了一个炮六平二 他继续躲开 他无论你走哪 他居又再回来 这也没法解了 对 这时候炮二平六是不行了 对 他可能这个平四能够解 平四 这样 平四 就是江江这个炮就 这也解不了 对 还是不行 他将力也接上了 对 反正总之呢 这个两位小江呢 这番机杀的呢 还是比较精彩 是啊 这个双方的警管呢 都有一些错误 但是呢 这个最终呢 这个入局队子呢 还是挺奇特的 对 那也希望今天的讲解呢 能给 带给大家这些启发 同时也感谢您 收看今天的 向其讲解节目 好 朋友们再见 好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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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